大家好,歡迎收看Steven數位社群行銷研究室 今天要分享的職場觀念就是 該怎麼樣妥善的調配自己的工作時間 其實在職場裡面就一直不斷地面對時間的競爭跟壓力 該如何輸完這樣 這個關鍵的鑰匙 其實最關鍵除了自己去想辦法去分配 如何所能生巧 如何自己去妥善做好紀錄跟分配跟調整 更有限順序之外 很大的一個關鍵 最快的方式 其實用一個二辦法來說的話 就是要去問Keyman是誰 請這個Keyman support你 這個Keyman可能是你的客戶 可能是你的主管 可能是你的同伴 你可以把問題跟他做討論 那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你把問題丟給他 好像我們就好像被捕負責 但其實不是這樣想 因為比如說這個人是你的主管 你把問題分給你的主管 你的主管才會有這方面的資源 調配的權利 這資源包括時間的掌控 金錢 資源 人力調配 或者是優先順序的盤點 或者是他不知道你的狀況是怎樣 你回報給他 他才會清楚的知道 這些的面向去做你的主管 或者客戶去做調配的時候 他才能夠幫你一任而解的 循序建議的調配成對的時間軸 跟時間維持 幫助你一起完成 同樣的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你的主管安排的方式 是把你的一些任務交代給其他同事 會不會覺得我的工作沒有做完 丟給另外一個人 其實要站在比較高度的空間去思考 比如說我們是台北市長 如果有一天你是台北市長 你是柯P 如果中校動物大賽車 市民大道沒有堵車 你會不會做疏通 那這時候中校動物告訴你說 不負責任我把路子給交通市民大道 那你會覺得很怪 或者是你左手拿很重的東西 右手是很空的 你會想分擔到右手拿 重點是你的身體會正常運轉 所以其實是以整個組織的概念 公司的概念來說 所以李嘉誠他有說一句話 你在公司你必須忘我 就是縱使他是大老闆 他也必須忘我 也必須於公司建議面 來去思考這個層面 所以剛剛的是跟主管回報 找到合理的時間序 那還有主管本身也是過來人 他會教你怎麼樣做示範公背 最怕就是自己摸索 工作一開始你一定會摸索 摸索的過程當中一定是四倍公犯 那如何他教你去期避休 哪些可以跳過表作 哪些做成功的方法是什麼 有時候是還沒找到方法 所以一開始你摸索期 減少的話必須讓你主管 或者是Keyman來帶 減少這個正通期 所以這樣的一個互相的 我認為是互相的 叫傳承也好 溝通也好 這方面的軌道才不會斷掉 或者是換一個成員 如果你是主管 如果你是管理結成的 那你要怎麼處理 其實同樣的 你往下降 一個好的主管 絕對不是把事情都攔在自己身上 那這時候不只你累 同時也沒有成就感 你必須能夠理解 每一個人的強項 每一個人他是不是擅長什麼 他喜歡什麼 他可以做到什麼 他不能夠做到什麼 這時候你合理的把 扛的這個重擔 跟他們做事實的做一些分配 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有成為英雄的機會 都有發光的機會 才不會你一個人都當英雄 大家都沒有機會表現 所以把光芒給大家 同時把這個責任給大家 大家才更會當責 所以呢 這樣時間的分配來說 我們必須是以這個組織為概念 這個組織裡面要正常運轉 我們必須身兼什麼角色 如何跟對等人溝通 達到好的分配 這個提供給大家 多溝通就對了 謝謝 大家好 謝謝收看Steven數位社群行銷研究室 現在YouTube頻道剛開張 我們就每週送出給大家 只要你在下面的影片 多多幫我們分享的話 我們每週會送一份喔 請大家多多分享 請大家多給支持 幫我們按讚留言訂閱 我們將滿滿的數位社群行銷 夠幸運給你喔